男子雙手上鋼走起路來搖搖晃晃 在警方介護下 從自家公寓被帶往警局 跟在後面的女性 有人也站不太穩 兩人顯然都已經喝醉 但遭到上鋼的男子身分很特別 他是一人張立昂 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是以掉動了 私底下的臉書出來 鏡頭前侃侃而談拍攝的心路歷程 張立昂13號晚上參加新戲殺青酒 想不到卻喝多了 開始在友和住家附近大吵大鬧 邻居晚上12點多 被劇烈的敲門聲吵醒 報警處理 張立昂先是在警方勸導下上樓休息 不到5分鐘卻由下樓咆哮敲門 還狠嗆鄰居 你報警讓我更不爽 請你們出來 齊卻驚動挑釁 不然出來打一架 受害者再次報警後 張立昂不斷跟警察對嗆 並強調自己是藝人 還說要開直播 讓大家拼拼禮 更揚揚要告警察 整特了一個多小時 警方最後將他上鋼 帶回警局保護管束 直到3點多他酒醒 有母親接回家照顧 但其實他最後失態 已經不是第一次 5年前張立昂就曾被拍到 戲劇殺青後 在家門前逼東女助理 當時他向大眾致歉 承諾以後如果有殺青酒 絕對敵酒不爭 這回卻再因酒醉出狀況 經紀公司出面回應 表示這幾個月來 他拍戲壓力大 不小心就喝醉 已經向鄰居道歉 酒後失態做了不好的示範 感到相當的懊悔與抱歉 perfection 像鬼一樣的執行長 張立昂外表斯文帥氣 主演多部偶像劇 前之子才因為身體狀況 暫時淡出演藝圈 好不容易付出接演新戲 這回又因貪悲失態 鬧上新聞版面 對演藝生涯又是一大傷害 繼續在致電視頻 先歡迎常常報導 立刻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